只因为按了这下喇叭 机车被轿车疯狂追逐 最后骑车的大学生被拦了下来 打到骨折 回到一开始轿车闯红灯 机车按喇叭警示 对方却一路逼车 逼到的机车高速逃离 还差点被轿车给撞倒 惊险一瞬间 机车被迫高速压车过弯 接着在一个大回转 但对方的轿车却一路危险追逐 逼到的机车骑上了人行道 最后无路可走只好用跑的 四名二刹拿球棒下车痛打 大学生被打到左手多处骨折 让家属痛批目无法计 重机车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 是绿灯那对方是红灯 那被害人他就按了两声喇叭之后 造成那个嫌疑人心声不满 所以才拦车将他殴打 再看一次轿车闯红灯有错在先 竟然只是因为被按了喇叭 就下车打人 而且一开始就往头部打 分明要置人于死 伤者的父亲直说 还有儿子有戴安全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得刘元斌台中报道